哈囉! It's me 我本來以為 有聽得到嗎? 我本來以為聽起來會跟Adel一樣 結果好像差很多 It's me again 今天還是一樣是我 然後我連續當了三天的主持人 因為我想說不能當speaker 至少還可以認領主持人 然後站在上面也是蠻開心的 畢竟拍康志工的 快樂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然後 今天的規則跟昨天一樣 大家還記得嗎? 時間到了一分鐘的時候 要怎麼拍 改十秒 剩下十秒 那我們今天規則改一下 剩下十秒的時候 跟昨天一樣兩指拍 拍給我看 謝囉 那最後到五分鐘的時候還記得嗎? 時間到了時候 哇 太強了 大家又會寫Python又會拍手 太強了 那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會是 歡迎一群高中生 超Q的 然後 他們要推廣他們的一個計畫 叫做高中生做點事 然後我一樣用一下英文講 今天改變的那個規則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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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 今天 我們又是 三個字幕 but when the time gets to 4 minutes and 50 seconds we do the two fingers clap and when the time gets to 5 minutes we do normal clap to tell them to get off the stage I'm kidding just to tell them time's off so on the first one we hav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tell to promote their scheme so welcome Gao Zhongshen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高中生做點事 請大家趕快下去拿起手機 幫我們掃描這個QR Code 就是我們為了今天特地趕工 做得屬於我們自己的Light Bug 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們只有7個好友 希望等一下5分鐘結束之後 能有100個好友 快掃快掃 好了嗎 5 4 3 2 1 好我們開始吧 I See I Come I Conquer 這是羅馬帝國凱撒大帝留下的經典名言 對於我們來說 能夠再一次的站上這個舞台 就代表我們成功的征服了自己 2018年的時候 我們發現台灣的小朋友在寫城市這個方面已經落後大陸的學生太遠了 還不都是因為教育部的動作實在是太慢了 真的很大 我們自己來都比較快 各位大人啊 拜託 加油好嗎 加油 阿傑 阿傑快要弄碰碗啊 還是要開心 對不對 對 所以在去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來到這裡 就是想要跟大家證明 高中生比你想像中的還要狂 我們利用小學生最喜歡的方式 闖關 打電動 來學Python的基本語法 而且啊 我們的夏令 M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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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Mange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有考試 在上課前呢 會有一個考試叫做前冊 上完課之後呢 還有一個考試叫做後冊 你們看 我們是不是好棒棒 好棒棒 另外呢 我們高中生中原室的宗旨呢 就是希望台灣小學三年級以上的小朋友 每個都可以開心地學習寫城市 所以這一年來啊 我們自己規劃課程 招募同學來做總子的教師培訓 我們還到了很多國小找校長 談夏令營的場地的租建還有招生 我們從家鄉中立出發 最遠到了台東的大五鄉 在哪裡啊 台東的大五鄉在太馬里隔壁 你們沒有聽錯 他真的在太馬里隔壁 我們總共到了五所國小 共頒了十一個梯次 有三百三十位學生 用玩遊戲闖關的方式 體驗Python 愛上Python 鼓掌 愛上Python 謝謝謝謝 更重要的是 我們讓他們每個都笑著回家 跟媽媽說 玩遊戲真的好好玩喔 不是寫城市嗎 喔對寫城市太好玩了 我們要感謝很多人 首先感謝T-by-me 提供我們線上的學習資源 而且他們還有學習計畫的功能 可以提醒我們不要偷懶 謝謝雲鈺練的李炳宏老師 他今天也有來 老師嗨 謝謝桃園市青年事務局 他給了我們好幾萬的經費 讓我們可以把活動辦得更好 而且還頒給我們青年行動家的大獎 最後謝謝玉達高中 除了支持我們辦活動之外 還把Python列入選修課程 讓更多的同學可以一起學Python 沒錯 我知道剛好很多人沒有掃到 快找快找 還有一次機會 快幫我們掃 快點掃 我希望可以收集到現場 每一位朋友給我們的建議 讓我們可以更好 喔大概還有三十秒的時間 我再講一個重點 最近啊我們郭董 他寫了一本新書 還在上面簽名 有人看過這本書嗎 欸拿板 有人看過這本書嗎 我個人看過啊 會覺得太無聊了吧 超無聊的 超無聊的 我一定要自己寫一本書 高中生喜歡的書 一本好玩的AI教材 我們一定會做到 明年這個時候我們還要再來 我們要拜託 太翔大哥 太翔大哥 拜託讓你們再來 拜託拜託 我們是來自桃園 玉達高中的 我們是高中生做點事 ROCK 謝謝 謝謝 高中生為我們做這些事 真的覺得充滿希望 而且不愧是高中生真的很敢講 因為像我就不敢講果凍的書 很無聊 好所以下一季我們有 我們歡迎 好他是一個法文名字 Foucault Foucault帶來的 neural image pipeline in Python 我們歡迎Foucault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分享一下 就是說在做 neural image 就是很好用的一個套件 叫NinePipe 那就是說 NinePipe它主要就是說 把一些 就是平常在做 neural image的時候 它需要就是用到 很多不同的軟體 然後在做 neural image前處理的時候 然後就是說一些研究者 他們很喜歡常常 很喜歡把一些 取不同軟體 然後他們的那個function 然後再結合起來 所以就是說這樣會 其實滿花時間的 那NinePipe它其實就是一個 好用的就是一個 Python的一個工具 然後把就是一些 常用的在做 neural image的軟體整合起來 那讓一些研究者 比較好用 那比較常用到的一些場景 就是例如說 最近有一些 像是一些challenge 主要是在做那個brain tumor segmentation的 那像在處理這樣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如果想要試一下 改變一些 前處理的參數 然後 然後看看會不會增加那個prediction tumor在腦中 未知的效果的時候 剛剛提到那個套件 就是NinePipe 其實就很好用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在研究上就是說 像這個是那個 腦袋中的白質 就是說 神經纖維的連結這樣子 那這個Human Connection Project 就是說 就會 提倡就是說 大家 因為要搜集這樣的資料 其實很困難 就是人們都要進到那個MRI裡面去做掃描 那所以就是說有一些就是單位 就是希望把這些資料就是整合起來 然後供一些就是 大家有興趣的人可以去做研究 然後based on這個dataset 那也是一樣 就是說 在 這些資料越來越擴張的時候 那要去處理這些資料的話 那有一個就是 Python的套件把它們套起來其實 就很好用 而且之後像是要接TensorFlow 或者是 一些Psychic Learn的話 也是就還蠻比較順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 這個是Human Brain Project 那也是就是說一個那個 大型的就是 腦科學研究的一些資料 那 所以這就是 要收集一些腦資料的狀況 就是放到那個MRI裡面去 那就是收集資料 就是說一個 一個腦圖像 就是它會一張一張的先收 然後再組合成一個 3D的一個volume 然後如果有一些研究 會去研究人類大腦的活動 那就會加上一個時間的一個維度 那就變成4D的dataset 那要處理這樣的dataset 其實會經過一些前處理的步驟 例如說slice timing 就是把一些 在時間上有一些 就是做一些時間上的校正 以及頭動的校正 那或者是一些在磁場的校正 那或者是一些在結構性 或功能性的腦的區域的一些 registration上面會有一些動作 那因為其實剛剛提到一些各家軟體 他們有 像是這些 像是spmr fsl 或者是free server 都是處理那些 前處理的一些軟體 那有一些 剛提到的那些程序 在某一些軟體裡面 會表現得比較好 所以就是剛剛提到就是說 有一些科學家會混著用 那在這邊就是說 它這邊就是9pipe 它提供了一個interface 就是把這些接起來 然後接下來它定義了兩個class 一個是node class 一個是workflow的class 然後就是用node class 把那個workflow包起來 然後再 sorry 把interface包起來 然後就是workflow 再把那個node包起來這樣子 然後就是把整個workflow串起來 那這個是一個meta的workflow 就是它也可以包node 然後也可以把那個workflow包起來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整體而言就是 讓整個前處理的過程就變得比較順暢 那大概這些 這是一些code的example 就是兩個class一個node 一個workflow 那這些就是從那個fsl interface裡面 提出來的一些像slastimer 然後machflirter 這些就是剛剛前處理的一些步驟 那所以就是說用node 這些剛剛提到就是用node 把這些剛剛前處理的一些步驟給包起來 那這邊有三個node 那就是這邊就是用workflow 然後7個workflow的instance 然後就用connector把剛剛的那些node 包起來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就是說剛剛提到 就是說那些資料庫有時候 就是有很多人的資料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在處理的時候 還可以就是支援 也有一個multiprocess的功能 所以就是說clone那個process 就是剛剛定義好那個workflow 然後就clone起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起一個meta的workflow 然後就是整個包起來一起處理 那就時間上會快很多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Fuco 那下一個我們有一個KK 要講他個人發起的小小小小小小小社群 我們來聽聽看到底是有多小 好 歡迎KK 好 大家好 我是KK OK 那我題目是個人發起的小小小小小小小社群 好 為什麼取到這個名字呢 因為基本上可能也不能稱作社群了 因為實在是太小了 好 那我是從14年的時候開始接觸web這個領域 對 然後我本身有奇怪的潔癖 但不是物理上的 而是心理上的 對 就是對於那些命名啊 什麼掃架S啊 拼錯字啊 大小寫沒有照規範啊 就會特別的不太舒服 對 那就因為這個關係呢 所以好像也沒怎麼樣 對 就是自己寫code好像寫比較久 對 那我滿喜歡邊喝喝小酒邊寫寫code 那因為有這樣子的奇怪的習慣呢 然後就會去召集身邊的一些人 一起喝喝小酒寫寫code 對 那聽說呢 在寫code的世界裡面有一個奇妙的曲線 就是你的酒精的含量跟你寫code的品質 有一個很奇妙的關係 對 當你喝到一定的杯數的時候呢 你寫code的速度啊 還有你的品質會高到一個巔峰 但就只有在那一個pick而已 所以你少喝一點 多喝一點 就會直接到歸零的情況 所以歡迎大家推薦whiskey bar 或是cocktail bar OK 那為什麼會說有一個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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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呢 就是我想要找一個取暖的小圈圈 因為每次來到這種社群大會的時候呢 看到太多社群的大神了 那每次見完大神分享那一堆東西的時候 沒有辦法keep going去做一些更多延伸啊練習啊 甚至討拍 例如說啊 自己其實也沒有這麼慘 對 那所以在拜見各位大神之後 希望可以持續的努力 於是呢 就開始辦一些奇怪的活動 那吃吃喝喝也好啊 洗血扣也好啊 就是沒有特別的原因 那現在看到大家這個圖片啊 不是局部 是全體 對 就大家知道多小了 這是全貌的 不好意思 那偶爾會有一些技術的分享 那地點呢 也是非常的隨性 因為太窮了 也沒有在收什麼錢 所以基本上就是到別人的公司 或是到自己的客廳之類的地方 然後去辦一些小小的聚會 對 那一樣這是全貌 不是局部 對 然後小到就是那個電視 甚至只要用 這應該只有29吋吧 對 的電視就可以容納所有人了 那在過去呢 這幾個月以來 這個東西其實不知不覺也run了兩三個月了 那每個月都會有不同的活動 那這活動可能有各種奇怪的形式 有工作坊的形式 有演講的形式 有研討會的形式 有類似一對一talk的形式 那有各式各樣的奇怪的形式 那講的東西呢 除了frontend之外呢 也會有一些bank game的東西 然後甚至有一些跟software engineer的一些職解 討論有關的東西 那至於說這個東西到底會到多小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我不希望 就是這個東西最後變太多人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人數最多最多 不會到超過20個人 那一樣這個就是包含朋友全部加起來 就是這個人數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工作人員的差別 那因為很窮呢 所以呢 也不太可能自己掏錢 因為這太窮了 還自己掏 那所以呢 就是 但我們大家還是會吃吃喝喝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些小小的費用 對 就是 但這些費用呢 大概90% 八、90%都在買 吃的喝的 還有一點酒 對 通常酒的比例都會滿高的 對 好 那就是佛藏地飲食跟講者 那為什麼講者呢 就是因為就剛剛說的 就是有時候聽到一些社群大神實在太強 那想要希望他可以繼續keep going的 跟我們分享更多東西 那都會有考慮說邀請他過來 但也不好意思就是讓他免費過來 回去支付他一點點車馬費啊 或是酒水 對 那 呃 欸 還有40秒 很不錯 耶 那我們這邊是貴求大家按讚分享 但 一樣就是沒有任何的好理 但是 偶爾會有一點分享文 但 就是很佛系的在經營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跟我聊一聊 謝謝大家 這個大大聽起來很渴喔 我有個問題 剛剛他說 這個是小小小小小的社群的 Maxima人數是20人 所以進去的話會考 酒精性承受程度嗎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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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 non-alcohol的一個 好好好 看起來應該是進入門檻低一點點 好 那下一個我們有Joseph帶來的USB Hacking We welcome Joseph He's going to speak USB Hacking Welcome 好的 McCormetin 在一開始 我看起來測 covers 我們每個時間pan鮜 I brought a device So we'll see how it works so usb hacking so if you rememb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worm configurer traveled via usb devices spread throughout a lot of networks so millions of computers got infected that's not wha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travels like the traditional virus it's it's carried by a storage device and then it's transferred to the network so this one it used windows auto run to transfer but USB devices they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properties that makes it a very interesting device for attacking computers or networks so these are all USB receptacles and USB devices can be different types of devices so there's a lot it can be anything it can be a combination of these devices and USB has There are some properties that are, which makes it USB, so it has standardized connections to those receptacles earlier. It's self-configuring, so if you remember, before, if you had to install a printer, you had to shut down your computer, install drivers, connect the large cable with the large port in your computer. But nowadays,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and then you can even just pull out the USB from your computer and it still works and then it's able to transfer data and power so you can charge via USB you can have storage devices you can have cameras, microphones so those things communicate data and need power so what's inside a USB flash drive so it's not just the flash memory so it has the receptacle number one there's the microcontroller number two and then pins number three the flash memory in four there's a crystal oscillation and then the LED so I made some categories of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SB attacks so with the advent of microcontrollers the popularity of the Arduino so people started playing with it and so since the USB devices have microcontrollers in them so you can program any microcontroller into a USB device or there's some controllers not all so there's a lot of talks in various conferences and various devices were made so there's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here so the USB rubber ducky is the defining attack here where keystroke injections are injected to a computer where this seemingly just USB storage device is actually a keyboard and then so the attack is called Bad USB and a lot of people made different kinds of attacks there's even there's a new kind of attack the USB killer it fries your device so it charges using the power from the USB and blasts it back to your computer so I see a lot of computers here probably a lot of those computers have USB ports and then so aside from microcontrollers so I love Raspberry Pis I have so my device is a Raspberry Pi I have another Raspberry Pi actually so I have to this is a game console this is the Raspberry Pi you don't want to insert in your USB because you can turn any or almost Linux has a USB gadget module so that's why you can turn some Raspberry Pis into USB gadgets so you have to do some things and then there's also so there are advanced libraries and gadgets that enables you to do that so I'm using PondPy it's a Python project that lets you turn a Raspberry Pi into a keystroke injection tool so I'll end my slide there and I'll go to my command line and show you guys what happens when I insert my USB so I think that's enough so we're waiting for the Raspberry Pi to boot the advantage of microcontrollers is it's faster and Raspberry Pis need to boot and it would be embarrassing if this fails it failed so you can research PondPy on your own there's a PondPy project PondPy ALOA that's the newer version written in Go so be careful of your USB devices it's a good thing that this failed so my device is safe right now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所以如果想看他怎么试的人 可以在私下会后找他 然后刚刚跟他小聊了一下 他说非常 他是贝贝宾人 他很期待可以到台湾的夜市看一下 但这一趟好像没有时间 所以或许以后我们拍看会考虑说 带有办一个那个 那个night market tour 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星期一有一个culture tour 嘛 啊对了 那个如果有想参加的人还是欢迎可以抱柄下 那个for volunteers和speakers ok 那然后下一个主题 我个人非常有共鸣 因为这个Victor大大他要讲高雄发大财这个主题 然后非常有共鸣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等不到爱情摩天轮 然后也还没发大财的高雄人 那所以我想要看看Victor大大到底政治正不正确 然后他也要提醒他可能讲话要小心一点 因为国家机器动得非常厉害 好 欢迎Victor大大 高雄发大财 昨天晚上在那个speaker night的时候 我们那个高雄拍的一些朋友聚会的时候 就说昨天呢 有就是说日本朋友就是说 拍看JP2000 我们想说因为大家也不知道我们高雄拍 所以今天高雄拍所有成员 每一个都要投一个Nightning Talk 然后我要最后一个我要压轴 然后结果有一个说他要投高雄爱情摩天轮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投高雄发大财 然后结果他们都没抽到 然后就抽到我这样子 然后因为要发大财就会有免责声明 投资比有风险 等一下讲的你如果回去用了 然后发生了什么 就是跟我们就没有关系 跟高雄拍没有关系 然后这就是我 我喜欢秀我的背面 因为赌神的梗就是这样 他只被看到背面 因为他有一天会发大财 他不要让人家知道是谁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教学真的让你们没有发大财 你们也认不出我是谁 然后这就是昨天 in response to PiCon JP 2019 we have Do you know 高雄拍 就是 我们本来有四个 Lightning Talker会讲 Do you know 高雄拍 然后就是高雄拍 就是高雄 PiCon Music Group We are from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然后我们高雄拍 有一些教学课程 然后有一句话影响我很深 就是之前有人说 专业就是用大家听懂的话 教会他们不懂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 高雄拍有一些收费的课程 然后在台北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上课的结果就是觉得说 真的浅显一懂 所以他们都懂了 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好像原本就懂了 所以好像就会觉得 我们这个课程 好像讲的不是什么难的东西 好像他们都原本都知道了 然后在高雄的话 我们就有点像这样 就是人数就大概就像这样子 就是我 然后跟另外一个学生 所以我们积极的就是 会号召起来 就是想要投台北的所有conference 我们可以投的 我们一定都会投 然后今年我也有投 然后就被拒了 因为评审可能也觉得说 这个好像太简单了 就是我们原本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昨天的speaker night的时候 我们就号召起来 我们今天也要全部一起来投 结果就是只有我投上了 所以今年我终于又站上这里 我每年都投 然后礼拜礼站 礼站礼拜 今年又没有上这样子 所以就算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们 结果他们都没上 就这样子 好 那所以今天不能只讲这个 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一些投资的东西 然后因为时间太短 一定讲不完 你们就知道我们赚了非常多的倍数 然后但是你们今天一定听不到重点 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爬虫大概有三板斧 我们抓下来的资料 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分析这样子 我们之前在这里分享过 量化投资的东西 然后就是有一些技术分析的东西 已经在这个conference里面有讲过了 那现在想要讲的就是说 那除了股票技术分析之外 我们还有基金 我们还有财务报表的分析 然后今天我们就会在五分钟里面 一分钟里面我们就是全部讲完 那你们就有整套了 包括技术分析 财务报表分析 基金分析你们就都会了 然后太简单了这样子 所以三板斧里面你们可能用request 可能用selenium 不然你是用pandas 那pandas里面有两个东西 你们一定要知道 一个就是read csv 然后一个就是read html 那read csv的话 因为我现在今天不想做live demo 因为怕发生一点意外 跟上一个讲者一样 就会卡在那边 然后连thank you我都来不及说 所以已经都先跑过了 read csv的话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从开放 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里面 实际上就是说一行 我们就把所有的政府 就是上市公司的基本资料抓下来 那台湾的话就是用这个symbol 就可以去判断 就是说有哪些公司 那基金的基本资料 基金的资料的话 这里有一个网址 我们就用read html 然后他会自己去parse所有的表格 然后所有基金的绩效 就抓下来抓下来抓下来 然后你如果是要去判断基金的绩效的话 就简单的几行 然后做个交集就已经跑出来 所以就是零笔 还没 然后财务报表分析 惨了 惨了 内容非常多 非常多 50分钟讲不完 谢谢 高雄发大财 爱情摩天伦那些 给我们一些机会啦 发大财 好 关于Victor大大 我知道怎么样可以激怒他 我今天就跟他说 拍高雄是真的存在吗 然后他非常愤怒 真的是震怒 好 然后下一个我们要欢迎的是Lina 她是日本人 然后他讲MyPiCon Diary 原因是因为她今年就参加了五场世界各地的PiCon 然后她同时也是PiLady的非常活跃的会员 你可以看她T-shirt上面就有PiLadies 我们欢迎Lina 欢迎Lina 我们的工作 我认为5次我认为PyCon 这是一幅圈的 我认为今次我认为这地方 我认为PyCon 这是学习和朋友 我认为今次我认为朋友 谢谢 我认为一个问题 你认为PyConJP 你认为PyConJP? 你认为PyConJP? 我认为我认为PyConJP 我认为PyConJP PyConJP 是PyConJP 在GleeveLand 我认为有些日本人 然后我认为PyConJP 我认为PyConJP 我认为PyConJP 是PyConJP 在沟通的地方 有些人 有些人 PyConJP 在日本 所以它是一部分 PyConJP 我认为PyCo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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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PyConJP 我认为PyConJP 在不认为PyConJP 那次完成忍 补viable 我认为PyConJP khá换 我再继续,这就是五次,但我认为更多的朋友,左边是Mr.Suzuki,他有8次的計务, 右边是我的朋友,他会认识11次。 最终,我可以认识很多朋友,谢谢PyCon。 这是最终的,谢谢。 如果你想去PyCon,再见到PyCon。 结束了,谢谢。 欢迎来到Suzuki,欢迎迎订阅。 欢迎订阅。 Hello my name is Young Geun, I'm from Seoul, Korea What's wrong with this? Okay Okay time is ticking I'm getting nervous Alright Okay So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Sprint Seoul So what is the Sprint Seoul? Sprint Seoul is How many of you are familiar with Sprint? Okay So we are doing regular Sprint in Seoul every two months So we are sprinting on mostly Python projects So we named it as a Sprint Seoul So you can use the name for your cities And so why we are doing Sprint Seoul So every PyCon have Sprint And it is really fun to enjoy and contribute your code to our community But 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it is only once you know one year So we want to do it every month But we soon realized that sprinting every month is really really tough So we decided to have Sprint every two months And also I'm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PyCon Korea And after three years of volunteering I just sat down as an organizer So I have something to do for my spare time So that's why I start Sprint Seoul So far we are sprinting on 15 different projects And actually this is coming October we are having our 8th Sprint Seoul And all the histories are recorded on the GitHub repository So that's the project we have Sprint And on the first line is all the Python projects And the second line is not the Python projects So we have some friends up in Korea Who are not using Python for their main language I don't know why But they want to join Sprint Because it's really fun and they know that So they want to join the Sprint activity So they bring their own projects like Mocha And the Mattermost, Sleep Planets All those projects are written in other languages So we welcome them to join our Sprints So we Sprint together every two months So we have very simple rules for Sprint Seoul So we always every time we sprint We balance the attendees 50 to 50 for first time sprinters And experienced sprinters So that we can expand our sprint experience to our community And we are not making it a big event So per project we have only 5 to 10 sprinters Sometimes you only have 2 or 3 sprinters But we are making it steady So far there is only Sprint Seoul And maybe next month I hope my friends from Delhi Can start Sprint Delhi And I don't know how many cities are in Taiwan But I just Googled and those are main cities in Taiwan So I hope you guys have those kind of Sprint activity And yeah join our journey to the Sprint Anyway I will stay till tomorrow So let's talk about the Sprint Seoul and Sprint Taipei Or whatever in the open space Or just find me at the PSR booth Thank you